他活了99岁 但他的人生正确率几乎百分百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巴菲特 他就是最聪明的金融人查理芒格 他也被称为古神巴菲特的幕后智囊 使他让巴菲特投资了中国的比亚迪赚了600多亿 使他纠正了巴菲特过去检验地势的投资方式 使他让巴菲特专注于真正有价值的企业 并长期持有来获利 使他让巴菲特拒绝了无数个可能有问题的机会 避过了无数的大坑 查理芒格可以说是当今投资一届杰出的思想家 只可惜他老人家在前两天 也就是2023年11月28日于是唱辞 很多中国人都想不白 一个外国人离世 为何能登上中国各大平台的热搜呢 更有甚者说 一个外国资本老头 确实关我们啥事呢 如果你这样想 那确实不关我们啥事 但三人行必有我师 何况他还是投资界的大师巴菲特曾说 是查理芒格使他从心情迅速进化到了人类 如此优秀的一个人 难道他身上就没有一样东西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吗 要知道他也曾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律师 他的一生也充满了坎坷 但更多的是充满了奇迹 1924年查理芒格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 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 但他的童年并不顺遂 他六岁时 美国就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 他的家庭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为了帮衬家里 他经常在杂火铺打零工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 但是没能毕业 就因为珍珠港事件爆发 他被迫退学 参加了二战 那时他才17岁 虽然战场很凶险 但在休息之余 他也会憧憬移下自己的未来 他想要一堆孩子 一桩房子 房子里有很多书 还有足够的财富 让他能够过上自由的生活 幸运的是 他因为聪贵过人 被分配到了空军 做了一名气象预报员 这样他就能够远离战火 保住了性命 在服役期间 他还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Nancy和他一起生了一个儿子 叫泰迪 战争结束了 芒格也退役了 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之后就顺利拿到了法学院的学位 然而 就在他以为自己的人生 要开始转好的时候 他又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 1953年 他的儿子泰迪被查出了白血病 他的第一任妻子也跟他离了婚 芒格用尽了所有的积蓄 也没能救回自己的儿子 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 在病床上一天天消瘦 直到断了气 他的心都碎了 他的生活也陷入了绝望 财务状况更是一落千丈 几乎快要破产了 这段时间 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但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如果确实过不去 我绕路走总可以吧 经过这些苦难的芒格并没有消沉 而是锻炼出了一种坚韧的性格 也培养出了一种积极的人生观 他觉得 既然生活给了他这么多的挑战 他就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去克服它们 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1956年 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结了婚 他们的家庭也越来越大 芒格和第一任妻子 还有两个女儿 第二任妻子又带来了两个妻子 他们又生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这样一来 他就有了八个孩子 他非常疼爱他们 也非常珍惜他们 但是 养活这么多人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时 芒格还是一名律师 而且还是一个刚入行的新手 他的收入并不高 所以他的压力非常大 那他是怎么样走出困境 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的呢 这时芒格想起 爷爷曾经教过他的一句话 人生就要做两件事 一是专心做好手头的活 二是节约支出 把省下的钱投资未来 这话听起来很老套 但是他却是一个真理 就像巴菲特说的 老道理总是正确的 关键是你能不能践行 芒格就是靠着这句话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他做律师的时候 就尽心尽力地为客户服务 这叫端正工作态度 有一次 他接了一个案子 他觉得 客户随时可能来找他商量方案 他就加班加点 详细研究案情 给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并且对每一种方案 都做了深入的分析 结果 客户第二天就来了 正好提出了芒格预想的一种情况 老板让芒格回去准备方案 让客户明天再来讨论 可芒格说 我现在就能给你方案 这让老板和客户都大吃一惊 也让客户很信任他 从此 这个客户就知道芒格做他们的律师 正因为芒格工作认真努力 所以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信任 人们看到了芒格的本事 也看到了芒格的成绩和政治 所以 有些人开始愿意和他在更多的领域合作 这也就给了芒格的投资之路 打开了一扇门 有一个电器厂商老板 他很欣赏芒格的才华和潜力 他邀请芒格成为他公司的股东 并参与经营 这个公司的业务并不顺利 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芒格认真学习了相关的经营管理知识 并认真研究了公司所面临的困境 最终成功地帮助公司渡过了难关 这段经历不仅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更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商业经验 也为他日后在投资领域大方异财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又有一个叫布斯的客户 找芒格帮忙处理他爷爷的遗产 芒格发现南加州理工大学街对面的一块空地 可能很有价值 于是建议布斯从他父亲手中买下这块土地 拆除上面的房子 重建公寓 进行房地产开发 布斯同意了 但表示没有经验 于是请芒格共同投资开发 芒格和布斯一拍即合 决定各自掏出5万美元 搞起了房地产开发 没想到 他们的第一次尝试就大获成功 投入的10万美元变成了50万美元 芒格一下子就尝到了甜头 觉得自己是个房地产大亨 于是又接连开发了 第二栋第三栋 第四栋第五栋 而且这些楼都卖的火热 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芒格就赚到了140万美元 你别小看这140万美元 这可是上世纪60年代的钱 那可是一大笔财富 不过 我认芒格的成功有运气的成分 但那几年的房地产市场有期有落 很多房子销售也并不是很好 但是芒格作为一个新手 他很快发现了 开发房地产的两个关键秘密 首先 他发现底层楼房更受欢迎 因此他决定专注于开发低密度平层 尽管单价较高 但供不应求 销售良好 其次 他注意到许多房地产开发商 在绿化方面节省成本 而他认为 郁郁葱葱的绿化是一个核心卖点 投资于绿化将带来三倍回报 通过运用这些秘密 芒格在做律师的业余时间 兼职房地产业务 成为了一个百万富翁 那查理芒格又是怎样 从百万富翁变成金融大鳄的呢 那时 芒格和巴菲特都有一个共同的医生朋友 叫戴维斯 戴维斯认为 芒格和巴菲特都是他认识的朋友中 非常独特聪明的人 他觉得 有必要把两个人介绍认识一下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妙计 就是请巴菲特夫妇和查理芒格夫妇 一起来家里吃顿饭 没想到这一招果然奏效 那天晚上 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一眼就看对了眼 一拍即合 他们俩聊得火热 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查理芒格甚至拿起茶杯倒水的时候 都要伸起另一只胳膊阻止别人说话 就怕打断了他和巴菲特的对话 而巴菲特一直在向查理芒格灌输他的想法 你这么聪明 干嘛浪费在律师行业上 你完全可以通过投资 让你的智慧发挥得更好呀 巴菲特一再劝说 芒格才终于下决心投身证券市场 他们俩虽然没有签订什么合作协议 但心灵上却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经常打电话 还互相写信 探讨各种问题 他们在这样的交流中 不断地相互启发 相互进步 不久 两人的合作终于开始了 而这个投资合作的业务 便是收购蓝筹印花公司 蓝筹印花是加州最大的礼品赠券销售公司 其他公司会跟蓝筹买赠品券来送给消费者 消费者则可以收集礼品券 来兑换蓝筹公司提供的赠品 从买券到兑换之间会有一个时间差 这期间蓝筹印花公司账户上会有大量现金 查理芒格和巴菲特都看到了 这家公司背后庞大的备用金 如果控制了这家公司 就能拥有充足的备用金 作为投资其他业务的资本了 尽管当时印花业务已经开始走向没落 但是他们还是收购了蓝筹印花 他们在收购蓝筹印花公司的时候 正好是蓝筹公司印花业务的顶峰 那一年蓝筹印花公司的销售额是1.6亿 可是十年之后 蓝筹印花公司的销售额只有10万美元 下降了99.9% 但是他们接手是 蓝筹印花公司的净资产是4600万美元 十年之后 他们通过投资各种业务 使得蓝筹印花的净资产变成了1.95亿美元 这次蓝筹印花投资 成为了巴菲特和芒格合作打赢的首个大胜仗 而且这次投资的模式 成为了他们公司的一种重要资本运作模式 也就是通过寻找有备用金的公司 来放大他们的投资能力 之后他们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把这种模式应用到了极致 他们在美国收购了大量的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就是先预收你的保费 但你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兑换 公司账户上就会有大量的现金 他们用这些现金投资了美国运通公司 可口可乐公司 联邦快递 华盛顿邮报 糖果公司等等诸多优质公司 最后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芒格的眼光 一项非常毒辣 巴菲特以2500万美元收购C's Candies 尽管这家加州糖果制造商的税 前年收入只有约400万美元 但自那以后 该公司为克希尔哈萨维 创造了超过20亿美元的利润 经过巴菲特和芒格的共同努力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 曾经一度高达26万美元一股 它成了当今这个世界上 最有钱和最赚钱的公司之一 也是人类投资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说到这里 你可能认为 芒格成为今天的金融大额 凭借的就是精明的算计 和对商业的敏感 但是 这只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芒格能够成为金融领域的大师 不仅仅是因为他聪明 更因为他政治 善良 充满良知 早年的合伙人古瑞恩 要退出合伙公司 他给自己开出了一个 当时看似很高的价格 认为自己的股份值20万美元 而芒格说他算错了 他的股份值30万美元 类似这样的事情 在芒格的人生中不计其数 比如 后来他投资的所罗门银行 因为操纵债券价格被调查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老百姓的一边 为了让普通投资者 得到公正的待遇 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甚至不惜让索罗门银行 赚钱如流水的债券交易生意回调 就在他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他还不忘给公司的同事们打气 鼓励他们努力干活 保持诚实 重振生育 另外 芒格也是一名慈善家 他向包括密歇根大学 斯坦福大学 和哈佛法学院在内的教育机构 捐赠了数亿美元 并经常为学校设计建筑 尽管他没有接受过建筑师的正式培训 但并不影响他考业余时间自学成才 芒格就是这样的人 不仅有骨气 还有良心 这或许就是 他在中国乃至全世界 有这么多粉丝的原因吧 因为他不是一个冷血的资本家 而是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 当然芒格的风险意识 也特别强 而且特别有耐心 关于芒格的耐心 他自己讲过一个故事 我读巴伦周刊 读了50年 整整50年 我只找到了一个投资机会 通过这个机会 我在几乎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 赚了8000万美元 耐心的等待 在真正的时机出现的时候才出手 2008年 在芒格的介绍下 巴菲特投资了中国的比亚迪 巴菲特在比亚迪这家公司身上 大概赚到了600亿人民币的回报 其实本质上 我们一生获得的大部分的财富 往往就取决于很少的那几个决策 其余时间都是在等待机会 巴菲特喜欢称芒格为讨厌的布先生 因为他让巴菲特拒绝过 无数个可能有问题的机会 避过了无数个大坑 芒格虽然拥有私人飞机 但出行时更喜欢乘坐公共航空的经济舱 因为他希望保持平凡的生活 不希望因为财富而被孤立 只有在与家人度假时 他才会使用私人飞机 以回报妻子为他付出的努力 说到这里 你觉得你能从芒格的身上学到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